世界文化遗产大族石刻 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 始建于初唐至两宋达到鼎盛 五万余尊石窟造像 代表了公元九世纪至十番世纪 世界石窟艺术的最高水平 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封碑 多年来围绕大族石刻与宋代历史的关系 学界展开系列研究 其中关于大族石刻的世俗化 生活化等特征被广泛关注 大族石刻为何被称作立体的清明上河图 其保护发展又有何亮眼成果 大族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维 近日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做出尘释 大族石刻是一个总体的概念 其实它是实际上是指的是 分布在重庆市大族区所有的石刻造像的一个总称 它的时代应该说最早到了初唐 然后到晚唐到两宋 以及最后到了明期时期 它是一个跨度时间比较大的一个石刻造像 大族石刻应该说在我们的中国的石窟当中 是非常有特色的一处石窟 到了大族石刻 福教到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发展成为中国式的福教 大族石刻的造像题材展现了众多的世俗生活场景 比如清晨起来喂鸡的养鸡女 姿态优美的吹笛女 负担双亲在外行起的孝子 牧人训牛 父母含辛茹苦养育子女等 可谓是将百姓的生活以立体而生动的方式 记录在崖壁上 因此不少专家学者称大族石刻为立体版的清明上河图 大族石刻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中国化 四座化 这也是福教师窟在中国的发展 然后从早期圆河崎走浪到北方 到我们大族石刻完成了完全中国化的全部进程 所以它的四颗照相 风格 题材 有很多都是我们本土的 宋代的生活的场景 所以它的生活化 世俗化的特色非常宣明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刊 叫木牛图 它用十足的牛和人来展现人修行的过程 也就是从一个比较初始的状态 慢慢慢慢的通过规矩 通过法则 然后成为一个遵守规矩和法则的人 其实用这个牛来比喻人的 那个从野性的状态 到一个逐渐驯服的状态 表现这个修行的一个过程 这幅场景叫父母恩仲经变相 它其实有始祖化 主要表现的是 父母从结婚到生小孩 在小孩怎么长大 然后到成人 然后去追求学位 就是这个过程 这个主要是表现的我们一个人 如何行孝 如何为真经父母 这个全过程 在70多年的探索与发展中 大足时刻将考古学 美术学 建筑学 地质学 工程学 材料学 环境学 化学 物理学等多个学科 融合为一体 形成综合性保护科学 同时中外文明的交流互建 也是大足时刻保护工作的重要一环 大足时刻研究院 借助于中国政府与意大利政府 相继签署的一系列合作协议 与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开展广泛交流 2022年大足时刻研究院 还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 围绕 峰山寺 磨牙造像保护等 开展合作 这些国际合作都将进一步提升 大足时刻保护基础 与理论研究水平 推进石窟寺科技保护 及预防性保护工作 为实质文物保护研究领域 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